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经出来了 我爸爸已经接到我了 然后这是姐姐 漂亮的姐姐 大家好 前面是沉默的哥哥 我们现在去和姑姑一家会合 然后吃晚饭 我现在已经饿得不行了 浅胸贴后背了 我们来这儿吃 哇 下饭的酸菜 这是鸡汤泡饭 这里的招牌 还有做浇鱼头 这个是砂锅粉丝吗 还有一盘纯辣椒 好可怕 什么都没有 就是纯炒辣椒 刚刚把那段录下来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跟你们说 现在就是三个中年女人在讨论身材的问题 刚刚姐姐她说她的腰没露出来 然后嫂子说你还有腰吗 你还有腰吗 就人到中年一长肉全都长瑶伤 所以苹果心身材的同志们 其实我们比离心身材是要好的 反正年纪大了之后 瑶伤都要长肉 我们现在去哥哥姐姐家看小宝宝 哎呀 小可爱 哇 好小 现在这么小 同志们 非常精彩的事情发生了 刚才停电了你知道吗 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场景 现在用手机打着光在看宝宝 啊 好可爱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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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小的小小叔叔 哇 这个酒店外面是湖井 今天天气还挺好的 现在南方还完全是夏天 我在北京本来都把夏装收起来了 穿秋装了 然后我又把我的夏装翻出来穿 家庭聚餐 看看我们今天中午吃些啥 吃啥 给你们看啊这个乌后是什么样的一片景象 哇 是大片的荷叶 是一片池塘 我们现在要去看鲫鱼 你们知道什么叫鲫鱼吗 就是把那个鱼从那个鱼塘里面捞出来的这个过程 我都没有亲眼见过 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叫做接地气 我们下车了好热 好晒啊 这里还有快艇可以坐 好酷 好大一股鱼腥味 我已经闻到好大股鱼腥味了 这里面都是鱼吗 这里面都是鱼啊 包起来只好大的鱼 给你们看下它有多大 给我的脚比一下 是能看出来 同志们勇敢的我们现在要去坐快艇了 要上去了 哇好汤 这个座位我的屁股要熟了 让我们嗨起来吧 速度加起来 啊啊啊啊啊啊 鸡下就这样 这怎么鸡啊 这个鸡碗 鸡结会 对 让一股东西 还是在大股脑 穿这样好像脸小 看吧 哎呀还有新鸡了 还有五箱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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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戴帽子和不戴帽子差了 差了他手巴嘴了 别接你妈你短了啊 哈哈哈哈 那你要给我点好处 我们刚刚开车回岳阳了 然后呢 姐姐带我来岳阳楼附近转悠一下 哎哇这个光好好看哦 哈哈 又是被自己迷倒的一个晚上 竟然有小学叫做岳阳楼小学 这个区叫岳阳楼区啊 是的 我还以为岳阳楼就是一栋楼而已 我们来这里逛一下便河街 这里有个很神奇的景点 大家都在往下面看 让我们看一下下面是什么呢 一只假的大乌龟 考生是要把硬币投到他的嘴里面 必落龟之口 好运跟你走 我怎么觉得这是在骗钱呢 骗你买B呢 哈哈哈哈 哇这里这里这里有个五毛钱特效 这个假花还有假的萤火虫 五毛钱特效 挂凉粉是怎么挂的 我们来看一下 谢谢你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可能叫巴蜀广场的这么一个广场 我们现在要走过去那边是洞庭湖 我看到洞庭湖了 这叫做湖边KTV 我听到了一个对我来说是个黑暗料理的吃法 他要把这个油条放到豆腐脑 而且南方的这个豆腐脑不是咸的而是甜的 这个豆腐脑必须第一步先给它怼碎了 然后弄得很碎很碎 油条我只能接受放到豆浆里面 这个油条一定要就是 天呐 然后 我觉得我北方的朋友看到这个一定会觉得很震惊 首先甜豆腐脑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 然后还把油条放到甜豆腐脑里面 我已经能够看到北方朋友的表情了 我现在在高铁上 我已经离开岳阳要回自己家了 同志们我终于到家了 我现在又困又饿 准备吃饭 哎呀又见到孙姐了 真是怎么感觉天天都见到你了 凡人闹都不是 一会一会在北京见到你 一会在怀怀见到你 神美疲劳了都 然后前两天看我们俩的视频也是 看到你这张 老脸 老脸 可以吧 还有我这张老脸 不用了好多人了 都说我好红青哦 又是包子啊 鱼心肠 哦呦 这是什么新鲜东西啊 包着汤啊 可以啊 还一人一钟啊 这个鸡翅吧 两块鸡肉 还有一个鲍鱼 我去 大家晚上能这么这样好吗 还有一个铁皮书枯 这个营养 但是不会长肉比较 但是一股中药味 这个铁皮书枯 还有这个麦冬碗 尤其对你们这种熬夜的呀 这样这个肝活特别好 嗯 要精神喝 你这五条片 你的嘴巴旁边怎么感觉粉底掉了一点 刚才我问孙姐 我说明天我找欧阳 然后后天我们什么安排 孙姐说他们有演出 让我去看他们的演出 然后我就说 不会是那种闹哄哄的环境吧 然后她说就是那种闹哄哄的 根本就没有人看你们表演吧 就自己在那自娱自乐 自己看自己 估计就是演员看演员 不过演员比较多 这一定要嚼吗 要 这个很贵 我以前没有嚼 杨伯说话这么贵的东西 你为什么嚼一嚼才吐掉呢 你都煮到汤里了 你这嚼着有什么用啊 我的天哪 心里做用呢 跟吃甘蔗一样的 嚼一嚼 把里面的汁又嚼出来一点 我跟你讲 你再联系吃两次 你就习惯了 你就会吃到这个味道 会是很爽的一种味道 真的 我吃了几次啊 也没觉得爽 没有 我没给他吃几次 你爸爸呀 他就是个浓女 我有一段时间 我天天炖那个黄芪 还有当归 党针 还有红枣 几样东西 天天炖 因为那个东西 那是补气学的 像我们这个年纪 不是气学太好 要跑了 好像是虐待他样 早起来就让我喝药 你刚刚说爸爸的那个 语气神态跟你视频里面 可不一样啊 你要注意一点 嗯 这还没有胸向 还没有 碧露 哈哈 还是露了一波 你爱喝不喝 我跟你讲 我以后 我以后懒得管你 你看孙姐每天的这个 放后运动来了啊 哇 搞这声音 瘋火轮 瘋火轮 这儿 这里有个天然的镜子 我早在里面看自己的动作 看我的头发 真的很好 这个动作 这个镜子 我出门了 我又迟到了 欧阳快气死了 我现在赶紧跟他去会合 然后我们去街上吃东西 这几天这湖南的天气都超级好 还是夏天 哎呀 还有小鲜肉陪伴啊 大鱼这么好啊 叫我没有 干嘛 哎 真乖 你现在越来越挺花 越来越乖了 干嘛好看吗 没 快等会干嘛吃 干嘛美吗 他骗着 你也美 你看 哎呀小鱼 他真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你怎么培养的这么诚实 一个善良的孩子啊 你真的是教导有方 我觉得你应该正式的 给我的粉丝打个招呼 毕竟你现在在我的视频里面 也是有点名气的人 哈喽 你好 你什么时候才能改变你的T恤 加牛仔裤加运动鞋的这种穿着 你能不能穿个小裙子给我看 给爷看看 他说他要带我去吃 我们家这里的肯德鸡 不是那个肯德鸡哦 他说是比那个肯德鸡 要更好吃 比肯德鸡 到了 看了没 肯德鸡 我们点了一份米豆腐 还有一份臭豆腐 我们现在来他家了 哎香一个 有点帅 你看你刚才不是要跟我讲 那个讲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有个朋友 就是有时候喜欢跟他的小孩传达 就是家里没钱 那个很穷 就很穷的 这个家里没钱买什么东西 这么贵太贵了不买我们走 导致他孩子现在要买什么东西 就会问妈妈 这个贵不贵 然后我家优子也有这种想法 就那天他刷 刷牛奶嘛 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个牛奶多少钱 一瓶就是给他充值 他每天就可以到学校刷一瓶 然后那天他说妈妈我跟你讲 他那种表情 那种表情就是 我跟他们一瓶买 有四十五块钱 吓死我了 我说然后呢 他说我就没敢刷了呀 他说这么贵 上面显示一个四十五 是不是显示是四十五号还是多少 他想他就吓得就没敢刷了 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没腿 看到我的腿了 鲜明的对比 我的妈呀 哎你你你为什么这个地方就会 就很这么扎实呢 你就干嘛这个肉可爱吗 可不可爱 扎不扎实 跟我们吃的那个青蛙眼一样 滚 你给我滚 就 就 就真的就 挺白的 你就实在是没有花说了 嗯挺白的 我们现在是 中午的快十二点 我和老爸出发 大家去看孙杰演出 你们不要误会哦 这一次演出呢 而不是像上次什么北京时装中 那种规模哈 就是那种 广场舞兴致的 就是人家商场搞什么活动吧 这是给你免费搭一个台子 然后请了一堆这个老年人来表演 好 我们现在在车里面已经看到孙杰 他们的彩排了 看到没 环境就是这么一个环境 你们看孙杰这个睫毛 我的天哪 这是能当武器啊 这个 我给你们看一件非常奇他的事情 孙杰 现在在这个舞台的正中间啊 有一台相机 别人可能以为是主办方的 但其实是孙杰自己的 他自己站在那里 为了给自己录 然后孙杰说 你靠别人靠得住的 就是要靠自己 现在舞台上彩排的是 别的力气摩托队的人 我跟你说啊 这个就是我们课前的拉升舱 现在孙杰在拉踩别人 他也拉跳舞来了 孙杰表现 孙杰表现很不限 等会我们看一看孙杰的大碗拍面啊 跟你在这个舞台上 我决定是跳过斯坦的紧张 孙姐 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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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姐正在跟我编辫子 我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两个三股辫 我们今天要出去玩 又是浓家洛 好 来看看孙姐的成果 还不错哟 然后现在头顶虽然很恶心 但是我要戴帽子 戴上帽子就有人样了 是不是 帽子是个好东西 出发 我跟你们说 现在我爸 自从我跟他买了这辆车以后 他刚刚在路上 看到别人的车 就在那里说 这个车应该比我的贵一点 那个车应该没我的贵点 然后看到亲戚的车 你这个车 音响好像没有我那个车的好 然后人家那个亲戚 马上把音响拿开 那没有了 那我那个音响还是可以的 刚刚只是音量拨小了一点 听不出来 然后马上把音量开到最大 就是中老年人的暗自较劲 到啦 就是这里 今天天气超好 就是又不下雨又没有大太阳 还挺凉快的 你看这是我们的导游 司机兼导游 欢迎欢迎大老田来我们山庄做客 国际巨星大老田 你这很瘦呢 为什么要一直偷拍我 我怎么看到你有点面熟 这个山林很真不错 不要拍到我小腿好吗 拍到大腿就可以了 没关系 人家反正都知道你的小腿粗 前进之断 先进之断 可以 哇 红杂卡爆炎 优雅有火锅石 这是干嘛的 烤红薯烤土鸡的 那能用的是吗 补摆设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呢叫做自住餐厅 就是呢你可以在这里做饭 你知道吗 别爱我 没结果 除非花手 摇过我 做一次饭 太大了 外面就是山 大山 绿树 绿叶 走吧 我们看下一站 给大家看一下 价格在这里 190元 198一间 他们就是自己带的菜 在这做饭 孙姐这拍照的姿势 我在拍你拍照的姿势 非常的猥琐 我们现在去看蜜猴桃 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跟刚才完全不一样 我刚才跟我爸说赶紧赶紧赶紧上去拍两张就走了 我现在实在是对于这种又晒又热的项目实在是提不起兴致 看到一只蝴蝶 那哥怎么唱来着 滑蝴蝶 搞错了 再来 不出 黄花的世界 我是一只 却 不要挡我的镜头谢谢 我这只蝴蝶 蒙明伯伯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 哎呀 心里可能在想 城里人是不是有大病了 感觉像是一个年迈的父亲领着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女儿 我们到了现在我要钻进去全都是蜜蝴桃 还是硬的 这个都是硬的树上都是硬的 欢迎欣赏孙姐做做摘摸蜜蝴桃摆拍 哦好假哦 好假哦 你妈妈我不假不行 上半身就喝起来 还自己给自己配音过去 还说我做做的摆拍的 看看大老天 我来我来我来 你还是可以了 你还能走几步啊 你这不是丰收 你是刚偷完东西 孙姐穿了一件一套 人家免费提供的服饰 我们的菜好了 红烧肉 辣子鸡丁 冬瓜排骨汤 红麦菜 到机场了 要回北京了 开着你们的豪车回去吧 哎呀要回北京搬砖了 马上搬砖 开心的活 那我们这期Vlog就到这里结束吧 拜拜 拜拜